疫情当前不少科技大厂今年都取消尾牙 改用线上抽奖的方式举办 何硕今年就加码多送每位员工 一万五千块的红包 还要抽出两辆特斯拉 广达则是祭出最大奖三十万元现金 金元代工厂连点去年的营收创历史新高 今天也传出了这个礼拜要帮员工加薪 何硕去年尾牙重金请来一人五百 高歌一曲 但今年因应疫情跟进取消了大型尾牙活动 不过为了犒赏员工 还是比照去年的最高规格 将抽出价值百万元的特斯拉 据传今年还加码多送一台 除了抽奖百万名车之外 每个员工还可以拿到1.5万块的红包 也就是说如果有八千个员工来看的话 何硕今年就发出了1.2亿元的奖金 同样身为科技大厂的广达 在上周也办理今年的尾牙线上抽奖 头奖送出三十万元现金 二奖则是有二十万元 接各有八个名额 三奖四奖也有十五万和十万元 人数则是各十名 预估总奖金突破千万元 可能对三四十岁的人来说就蛮有吸引力的 而是对我们来说好像有钱比较好 因为这个时间今年这个状况我觉得有就很好 令人呈现的还有联电了 市场传出公司将大方对全体员工加薪 工程师五到六指等可加三千五百元 七指等加两千五百元 助工方面也多加了一千到一千五百元 平均调薪百分之二点五到六 算蛮大方的吧 底薪然后顶多加个最近快年中了嘛 就这样而已 就没有再另外什么抽奖机会或者是多加 还不错啊 但不会到羡慕啦 而申保集团今年除了送出二点五个月的年中外 还加码抽一百张的申保股票 达雅也加发八个月的年中 看来接近农历年前也考验着企业要怎么用诚意留住人才 动物生财经新闻学主许金又在台北的采访报道